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魏全植物油、混沖大桶和同意绿素油一案 昨天首度是提审了魏全前董事长魏颖冲 由于他被收押在彰化看守所 因此法院采取远距离视讯的方式来进行审问 而魏颖冲他则是采取无罪答辩 强调采购油品都是透过专业经理人分工 更质疑监方的指控根本都是臆测缺乏证据 对他的人格是严重的污蔑 卷入多起黑心油案遭到收押的魏全前董事长魏颖冲 官司一件接着一件 18号轮到魏全植物油混沖大桶含同意绿素油案 仍被押在彰化看守所的魏颖冲 则是首度透过远距离视讯接收台北地院的审问 而面对所有起诉的市政 魏颖冲则一概不认罪 还把采购油品的责任推给各部门的专业经理人 他也强调不认识大桶长几的负责人高正立 而他更反过来质疑 是检方对企业经营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魏全是上市公司 身为负责人的他 当然会要求部门要考量成本 但他也强调魏全一直把品质摆在成本考量之前 因此批评检方的指控 根本是议测缺乏证据 对他人格更是个污蔑 而魏颖冲的委任律师则表示 魏颖冲管理那么多的事业 不可能各部门的运作细节都会知道 他更举例像是事无繁忙的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 也不可能管理到零组件的采购 魏颖冲和律师团面对法院审理 显然是有备而来 一律采取无罪答辩 相关油品的采购细节也变成不知情 试图要从黑心油风暴中全然脱身 这才一类奇踏不倒